大家好 我是張靖元 為了追查金融弊案 我成為一名吹哨者 過去揭發永豐金弊案 張靖元聲名大噪 被稱為史上層級最高吹哨者 也跟黃國昌共推吹哨者保護法 如今週刊爆料 去年六月二十九號 客問著帶著橘子徐子瑜 密訪張靖元 而萬劍關注這場密談中 是否談論到資金議題 永豐金控裡面 他其實負責的業務就是 所謂的海外資產管理的 跟門路 他非常非常的熟悉 針對金流的部分 是一個很關鍵的證人 張靖元曾經帶過開發金 後來任職永豐金 對於金融圓脈相當熟識 牽線的還有承認職 悠遊卡董事長的陳廷如 總經理邱玉凱 都是外界俗稱市府的張家邦 過去曾經被質疑 張家軍在悠遊卡公司 明領高薪暗底助選 雖然當時被點名的已否認 但卻都和永豐脫不了關係 之前一直被傳出來 柯文哲跟張靖元的關係 而這一些人之所以 可以到悠遊卡公司 還有可以在財政局擔任局長 都是因為張靖元的推薦 甚至柯文哲在藍白河 所做的民調 都是張靖元所投資的公司來做的 事情一樣一樣講清楚 你把完全不相關的事情 全部都混在你的問題裡 請問你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而跟張靖元交好的黃國昌 面對媒體提問還反批媒體 但柯文哲捲入弊案 周刊爆料柯和張靖元間 緊密關係 兩外界充滿好奇 三立宣言周一之謀 《月魂特報》 中文字幕——YK